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各位姐妹大家好 一段時間沒有在信陪伴頻道跟大家見面了 感謝上帝 這次我們在有五堂的時間 我們會一起講上次講完 梁家倫牧師那本的 《基督教會史略改變教會的十人十事》的後面那五個人 今天我們會計上上次第五堂講了馬丁路德之後 我們會講下另一個在宗教改革歷史上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就是約翰加爾文 很多時候我一聽加爾文這個名字 我們可能都有兩個都是挺出的印象 我們一講加爾文是不是講預定論那個 又或者我們想起加爾文 我們就會想起他好像有一本很厚的書 叫做基督教要義 但是我很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 加爾文在教會歷史上 給到我們的重要貢獻 絕對是會比我們這兩個印象多得多 基本上用今天的講法 加爾文會是一個法國人 但是他一生最長的侍奉崗位 卻是在瑞士的日內瓦 帶動當地的宗教改革運動 在當時的加爾文時代的情況來講 因為馬丁路德已經在宗教改革的運動上 打開了第一槍 所以後來在歐洲其他地方要發動宗教改革 基本上簡單做幾件的事情 就可以說完成了 首先你要對外宣佈 然後我不再向羅馬教廷納稅 繳納教會稅 你斷絕和羅馬天主教會的聯繫 然後不再舉行 天主教官方儀式指定的 彌撒 然後 最後就是你將那個由天主教廷委任的神父 趕走 自立一個神職人員 基本上你應該要做的宗教改革外表的部分 你已經做完了 有句話這樣說 創業難 首業更難 當時很多在歐洲地區想推動宗教改革的地方 都陸續出現了不少的問題 其中一個就是 雖然大家都說 我們不喜歡天主教這樣 反對天主教那樣 但是我反對完天主教會的禮儀 教導權威 說到最終 其實我們想講的更正教 或者我們想做的宗教改革 到底 其實就是什麼 更正教說要改革天主教會 聲稱自己要代表真正的聖經信息和教父傳統 到底 在當時那個世代 其實就是到底做什麼 我們要建立一件事 很多時候 我們絕對不能單單建立在 某件事的反面 就是我們不可以用一種 凡是天主教會的我們又反對 難道 凡是天主教會反對的東西 我們又要支持呢 用這樣的態度 其實是沒有辦法完成宗教改革 亦都做不到 比較有意義去建立 更正教的神學和傳統 正所謂我們能破能立 正如絕大部分 這個世界上很多的改革運動 最難的地方都不是打倒某一件事 我們要反對舊的東西 不難 推倒很容易 反而一個很大的困難就是 推倒了舊的東西之後 到底我要建立的新的東西 到底是什麼 在一個權威崩壞的時代 一人有一個夢想 到底這個新興的宗教改革運動 他聲稱自己要建立在一個 準確理解聖經 準確理解教父傳統的神學立場 到底是什麼 宗教改革運動 推倒了 羅馬天主教會的權威之後 他最需要的 是重新去建立自己的權威 自己的身份 在一個這樣的背景之下 所以 為何加爾文寫基督教要義呢 就是他要在 嘗試將更正教的信仰 重新建立在 對聖經有比較正確 全面有系統的理解之上 而這個對聖經的正確理解 對加爾文來說 當然也是對 古代教父傳統的一個正確的理解 加爾文為了想 嚴謹全面清晰地 將他那套的 更正教神學思想表達出來 所以他就寫成了那本 我們印象中 非常厚的一個 基督教要義 加爾文在瑞士的日內瓦推動宗教改革運動 差不多前後侍奉了25到26年的時間 足足是四分一個世紀 在這四分一個世紀裡面 加爾文幾次將他的基督教要義 不斷擴充 不斷修訂 去到1559年 即是加爾文離世之前的五年 他就最後出版了一個最後定稿的第五版的基督教要義 足足是有第四卷八十章 我們今天看到最新的一個繁體中文譯本 是2017年 當然是紀念中學改革500年的一個出版 就將《基督教要義》一本過 1124頁 其實可能我們平日昨晚睡覺的枕頭也沒有那麼高 除此之外 加爾文 除了寫下了這本《基督教要義》作為對教會歷史的貢獻之外 另一方面就是加爾文是一個非常勤力的港道的人 歷史相傳 加爾文一年港道170次 除了開就是平均每個星期超過三次 加爾文他認為 港道的唯一內容就應該只能夠解釋聖經 並且他是做到我們傳道人很多人都不敢做的 就是他由創世紀第一章一節 解到啟示錄的最後一章 一直這樣解釋下去 然後將他自己的港道 對聖經的理解 就是寫成了不同的聖經注釋 加爾文為道聖經66卷書 除了《彈以理書》和《啟示錄》之外 他也出版了另外64卷的聖經注釋 加爾文是這樣理解聖經 他認為聖經有四重的特性 即是統一性 權威性 清晰性和充分性 加爾文認為聖經的統一性在於聖經本身 就是對自己最好的解釋 即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已經解釋 權威性就是指到聖經應該對我們的信仰有最終極的權威 教會的一切傳統和教義都必須要經過聖經訊息的驗證 加爾文所說聖經的清晰性是說到聖經不是單純的預言書 不是密碼補 聖經是上帝要跟人溝通的時候 他要為我們留下的啟示和說話 所以聖經的內容 就不會是一些我們所謂神秘而深不可測的東西 如果我們想知道聖經的意思 我們就去解釋 聖經的文字 聖經的字面意思就是聖經的意思 加爾文認為聖經是我們識字的人 你用回解釋文字的方法就能解釋 最後加爾文強調聖經的充分性 說到他相信 聖經對基督徒的生活和行事為人已經有非常原備充分的指引 我們不再需要用其他東西補充聖經的教導 或者我們可以這樣說 加爾文對教會歷史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貢獻 除了是他的基督教要義的著作之外 他亦都在他的生命的侍奉當中 來高舉聖經 加爾文在他的侍奉 在他的講道裡面 用他的生命真真正正地活出 更正教所相信所高舉的 圍讀聖經 他在他的侍奉裡面 活現出圍讀聖經這個精神 背後所包含的意義 他是真真實實地活現出來 在歷史上我們可以看到 加爾文用圍讀聖經的精神來去展述更正教的神學 亦都用圍讀聖經的精神去推動宗教改革 加爾文的歷史故事給我們今天很清晰很真實地看到 什麼是一個叫做圍讀聖經的信仰精神 這次我們就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 我們下一次再見